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叫王道环 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写作经验 假如想要知道我写过什么样的东西 最容易查到的就是《科学发展月刊》 这是政府、行政院,为一般民众办的科普刊物 每一期,网络上都有全文下债 我负责一个专栏,叫《科技新知》 已经超过十二年了 应该不止十二年,应该超过十五年了 《科技新知》每一个月 我另外有一个网络的杂志叫做《静文化》 《照静子的静》 《静文化》我也有一个专栏,每个月一次 所以我今天基本上是跟大家谈科学写作 是谈我的经验分享,我不是来谈理论的 我们先从今年的主题开始谈起 我们今年的主题基本上就是要希望大家 是从演化的观点来看基因变异 千万要注意,生物的基因变异有两大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自然的基因变异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人工的方式来做生物的基因变异 所以从演化的观点看基因变异 什么东西呢? 它是对于人类文明,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冲击 所谓影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过去 包括现在 冲击,谈的是未来 这是我们今年比赛的主题 那我们今年请大家读的几本书 第一本就是最新的《改变基因的技术》 英文用缩写 你也没有办法 你只能按照它的缩写来听它的声音 叫做CRISPR 这是最热门的一个改变基因的技术 我们现在正式的中文翻译叫做《基因编辑技术》 你不必知道它的细节 可是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原理 以及你必须要知道它的能够做什么样子的事 这一本书想得非常的详细 这是发展这一个技术到今天这一种阶段 最重要的一位科学家以及他的团队写出来的书 所以这是第一首的报道 而不是第二首第三首的转述 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 你假如仅仅只是想了解现代的生物医学家 他们正在做什么样子的研究 读这一本书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是另外一本在美国非常畅销的书 它的作者是一位医师 他完全是从临床医学的观点来讨论基因科学的进步 对于临床医学的影响以及冲击 非常好的一本书 那这一本书讨论我们的食物 千万要注意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生物 可是并不是每一种生物都能够当作我们的生活资源 千万要注意 千万要注意 我们主要的粮食 事实上只来自植物界的一个科 大自然里面有那么多的植物 光谈植物 大自然里面有那么多的植物 可是人类的主要作物 农作物 都来自其中的一个科 就是河本科 稻子麦子 全都是河本科的植物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也很少人注意 自然界有那么多不同的生物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哺乳类 全世界就有接近5500种 现在现生哺乳类 全世界就有接近5500种 变成我们的食物的有几种 想想看这个问题 所以这本书在谈我们的食物 是怎么变成我们的食物的 它本来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物种而已 它怎么会变成人类的食物 那这是枪炮病菌与钢铁 谈的是文明 发展文明的奥秘 那人类大未来 这一本书是跟我们去年比赛的主题 有直接关系的一本书 去年比赛的主题是科幻 这一本书是在展望未来的科学 可以带给我们什么东西 OK 那阅读这些书的重点 周成功老师也替大家列出来了几个问题 请大家特别注意 第一 那就是你读完了这些书 你能不能解释什么是基因编辑 你能不能解释什么叫做复制 这一些都是专有名词 生物学名词 不是普通的英汉字典就可以查到的名词 然后这一些专有名词所代表的技术 就是他们指的是基因编辑或者是复制 指的都是特定的生物技术 他们对于我们人类社会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真实的影响以及我们想象的可能在未来会发生的影响 OK 然后这么多书里边请你挑出其中的一个生物技术来讨论 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或者是冲击 你可以做历史的回顾 你也可以讨论现在观察到的现象 你更可以表达你未来的想望 OK 那 虽然我已经列出了这些阅读的重点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阅读这一些书 你针对这些重点 你必须要先有预备的知识 这点很重要 OK 因为读任何书 其实都必须先有预备的知识 我们从小读书 其实都是在累积阅读未来将要读的书的预备知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 那么 那你阅读这五本书 你针对我刚刚列出来的这些重点 你需要哪一些预备知识呢 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一点都不难 那就是生物学的课本 就是中学 不管是国中还是高中 生物学课本 关于演化以及遗传的章节 我听说很多老师告诉我 甚至很多同学直接告诉我 因为我也在大学兼课 他们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读过课本 他们读的是讲义或者是参考书 那我要提醒大家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读书的态度 阅读课本是学习的起点 所以你要读我们列出来的这些书 你需要的预备知识在我看起来 中学的生物学课本里面 关于演化 关于遗传的章节 够了 OK 我谈的是课本 再说一遍 不是讲义或者是参考书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比赛的主题 再说一遍 大家看看 就是从演化的观点来看基因变异 所以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与冲击 所以这里边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演化 第二个概念是基因变异 这我认为是最基本的生物学概念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碰到的学生 即使是生命科学院的 也大部分说不出所以然来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说不知道也许太夸张了 我之所以会这样说 是因为他们知道总是说不清楚 所以你先想看 你知道一件事情 可是你说不清楚 那跟不知道有什么差别 各位 所以我就从这里开始谈起 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生物为什么会演化 各位 生物为什么会演化 想想看 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生物为什么会演化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果中心应该学了 生物为什么会演化 因为生物本来就会变 答案是 因为DNA的复制机制并不完美 听懂这意思没有 DNA的复制 它并不完美嘛 其实很容易想象的嘛 我写20个字让你抄一遍 你20个字很可能 就会出现一个错字 你先懂我的意思吧 复制机制不完美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 所以生物一定会变嘛 一切都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嘛 OK 好 DNA复制必然会出错 不 创造出不同的版本 同一个基因 版本不一样 不就是个体就不一样了吗 不是吗 这是不是小学就应该知道 那么简单的道理 说穿了英文不值 最简单的道理通常都是这样 不不不 应该这样讲 最深刻的道理通常都是说穿了 听起来觉得英文不值 对吗 OK 所以 由于DNA不一样 所以创造出的个体就不一样 所以 每一个生物的个体 它的天赋不同 适应的能力就不一样 所以你们刚刚说的答案 全部都是后来发生的事 懂了没有 都是结果 知道这意思没有 所以你要懂得表达 不是 你要懂得其中的逻辑结构 就是你学了很多的知识 我有点担心的是 大家把它当成一个一个单独的事实 背下来 没有想到中间的逻辑结构 好 由于每一个个体都不一样 所以必然会发生优胜劣败 结果就是演化 懂还不够 你要知道怎么样精确的表达出来 这是我们这个比赛整个的精神 好 演化事实上有两个意义 其实非常简单 我即使到现在考试 每一次都会出这一个题目 请问 演化最基本的两个意义是什么 答案说出来也是你们会气死 你只要写四个字 你只要写四个字我就给你满分 这变化与分化 一个物种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未来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这叫做变化 分化 分化 一个物种变成两个不同的物种 所以一个指的是时间 一个指的是空间 所以演化就是这两个意思 我在大学上课用的slide是这个 你一定要用英文 我知道现在高中生物学教科书 不要怎么回事 Evolution都把它翻译成进化 那是错误的 没有必要的 莫名其妙的 进化是日本人的日文汉字 不要太偷懒 使用日本人的日文汉字 Evolution 意思就是演化 它的意思是 第一 生物的物种会变化 就是一个物种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未来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 听清楚了 演化永远是物种阶层的现象 我们谈的是物种 所以不会有一个个体比较演化 一个个体比较不演化 听懂我意思没有 个体跟个体之间只有优胜劣败 所以生物的物种第二个意义 会分化一个变两个 同一个物种 在分布到很大的地理范围上 很可能会分化成不同的物种 OK 所以演化的两个意义 事实上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由于有变化才可以出现精美的生物适应 由于有分化才会出现生物多样性 这刚刚好就是生命世界的两大特征 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千千万万个不同的物种 生物分化的结果 OK 好 那地球生命史 地球46亿年的历史 以现在最新的证据显示 大概3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最原始的生物 所以生命演化了35亿年 创造了多彩多姿的生命世界 OK 那处处都可以看到巧妙的生物适应 想想看大家最喜欢用的例子 眼睛 你想想看眼睛的构造 然后它的功能 然后你再想想看你自己的经验 我们居然可以看见这个多彩多姿的世界 这叫做生物适应 然后 你必须要知道 这全部都是DNA自然变异的结果 OK 那人类利用其他的生物 这是我们这次比赛的主题 人类利用其他的生物 受到DNA自然变异的限制 有很多生物我们想利用 可是它拼命不让我们利用 有些生物我们利用 是透过很长的时间得到的结果 现在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 懂了这句话的意思 你才会懂下一句 那就是地球上的生物 人可以利用的实在是非常的少 一刚开始我就说过了 哺乳类 现生哺乳类接近5500种 现生的鸟类大概1万种 不 9000种 应该是9000种 然后鱼类超过1万种 我只谈鸟对动物 我们可以利用的有多少 你想想看 当然其中有一些不值得利用 那就算了 那我们就不谈 那并不是 我们到现在都一直 还没有利用的生物 并不是 因为它们不值得利用 所以你一定要想为什么 为什么家树永远都是那几种 马牛羊猪 你一定要想 为什么甲儿哺乳类有那么多的话 为什么只有马牛羊猪 每次我们看National Geographic 看Discovery 非洲大草原上有那么多的草食哺乳类 体型都非常的大 它们都不能吃吗 它们都不好吃吗 它们都不能吃吗 你一定要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家树永远就是那么几种 全世界都一样 OK 所以地球上的生物 人可以利用的不多 那是因为 值得寻化的物种并不多 那是因为 能够寻化的物种并不多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值得 那是有利用的价值 能够就是指 能够就是指 有利用的价值 可是我们不能 了解这意思吧 好 所以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 这句话的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什么叫做寻化 这也是很不幸 我们的中学科本最应该提的东西 反而没有提 什么叫做寻化 各位 什么叫做寻化 什么叫做寻化 讲大声一点 你要上台比赛的 可以控制 什么叫做可以控制 好 那你到泰国去骑象 那个象是寻化的物种吗 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寻化的定义是人则 中学演化论一定会介绍你 什么叫做人则 什么叫做天则 所以你都没有想到 什么叫做人则 寻化物种是人则的产物 所以问题来了 什么叫做人则 现在听懂这逻辑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懂 什么叫做人则 你才能够回答什么叫做寻化 你才能够回答 在越南 在泰国 你去观光的时候 骑的那一些象 是不是寻化的物种 OK 好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做天则 什么叫做人则 人则是人类寻化生物的手段 这是废话 对不对 我还是没讲什么叫做寻化 OK 好了 寻化的定义是人能够控制 这一种生物的生存生殖 人则是人类控制生物生殖的结果 你在中南半岛观光其的大象 那些象不是人类控制他们生殖的结果 那一些象是寻养了的 寻养为什么 是他们从小在野外被人抓回人工环境里边 长期的养育跟训练 所以他们的来源 所以他们的来源不是人类控制生殖的结果 人类可以控制他们的生殖 人类可以控制他们的生殖 才能够寻化一个物种 你仔细想想想看 所以人类控制生物的生殖 来决定个体的生殖前途 这叫做人责 所以这才有一个责可言嘛 有的我不让他生 有的我让他生 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我只让一小部分个体生 因为那一小部分个体 拥有我们看重的特质 你的爸妈敢这样做吗 现在了解这意思没有 我们要改变一个物种 以人工的方式改变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人来选种 这就叫做人责呀 现在听懂这逻辑没有 所以你要了解什么叫做人责 你才可能了解什么叫做天责 那什么叫做天责 所以天责的天不是老天也 很多人望闻深意 顾名思义 什么叫做天责 天是什么意思 天意思就是自生自灭 忧胜劣败 这叫做天 OK 你要是不相信我再隐 所谓天责的天 是孔老夫子所说的天和炎灾 四十行焉 百物生焉的天 天才不管你了 所以人责 意思就是 生物个体的生质 由人来主宰 天责指的是 人不主宰 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人责 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天责 天责 所以天责意思就是 纯认自然 天责 意思就是 这个 我们再重新看一遍 所以天责是英文翻译 natural selection 然后这个英文可以翻译成天责 也可以翻译成自然选择都可以 再看一遍 人则指的是人主宰 天则指的 天则指的就是 纯认自然 人不控制 人不介入 在人则与天则之间 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事实 就是人主宰其他生物 的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 人类很晚才进入自然 想想看 我刚刚跟您说过了 地球形成于46亿年前 大概35亿年前 就已经有最简单的生物 然后 比较复杂的生物 寒武剂出现 那是多少年前 那也是超过五万年前 那不是五亿年前对不起 然后我们哺乳类 终生代才出现 真正的繁荣新盛 一定要等到终生代的结束 六千三百万年前 六千三百万年前 然后我们人类的始祖 东方年前出现 六百万年 所以换句话说 人类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一个世界已经演化很久了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既成事实是击重难返 人类可以着手的地方 其实是很少的 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人类的历史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人跟非洲的 两种黑猩猩的祖先 有共同的祖先开始 这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 地球上所有新兴的系谱 这是从1960年代末期 科学家做出来 1970年代 花了整整十年时间 吵架、辩论 到了1980年开始进入教科书 从1980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更多的证据 显示这一张系谱 是铁岸如山 然 跟现代非洲的两种黑猩猩 来自同一个祖先 800到600万年前 才分别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 这就是那两种非洲的黑猩猩 跟我们来自同一个祖先 我们跟这两种黑猩猩 是来自同一个祖先 那我们现身不如类 不到6000个物种 那始祖最晚 在6500万年前就出现 那人类 与黑猩猩的共祖 必须要适应 这个样子的生物世界 所谓的适应 就是取得资源 生存与生殖 了解这意思没有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始祖出现的时候 这个世界已经独自演化了很久了 所以我们假如想要利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 繁荣的生存 你必须要适应这个世界 你改造这个世界的能力 你改造这个世界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那人类史的重大里程碑 我列举给大家看看 600万年前 人与黑猩猩分到扬镳 分别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 这叫做分化 看清楚了没有 然后300万到200万年前 人的脑子才开始膨胀 人的脑子才开始膨胀 然后在这段时间内 人开始制作石器 然后到了30到20万年前 我们的直接祖先才出现在非洲 然后一万年前 农牧业才萌芽 我希望大家注意的不是 不只是这些重要的里程碑 而是那个时间 人类能够有效地利用大自然的资源 特别是生物资源 是非常非常晚的事情 是农牧业兴起之后的事情 所以人类最重要的历史 就是最近一万年发生的 可以非常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 那换句话说 人类历史的最新的一座里程碑 是人可以创造DNA的变异 这是在20世纪上半叶达成的 20世纪上半叶 严格讲起来就是生物学家在实验室里面乱搞 用X光随便乱造生物 促成它的DNA突变 果音实验不就是这样子吗 它不是乱造是什么 你告诉我 你不要笑嘛 你觉得我在乱讲吗 不是吗 然后我们利用一些化学分子 全部这么盲目地搞 因为你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到了20世纪下半叶 开始出现所谓的基因工程技术了 为什么20世纪下半叶可以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们到了1953年 我们知道了DNA就是遗传物质 因此 我们知道 更精确地改变遗传资讯的方法 那就是 基因工程技术 那到了21世纪 也就是我们现在了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基因编辑技术 我们有合成基因组 基因编辑技术就是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五本书里边一本的主题 然后我们现在有合成基因组 现在有一个专用名词 叫做合成生物学 有正式的合成生物学学会 有正式的合成生物学学报 也就是利用人工的方式 制造自然界不存在的生物 比如说 先看看这篇报导 请大家注意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导 看看它的时间 也就是前几天 15号不就是礼拜三吗 今天是礼拜六 科学家合成了一种新的细菌 为什么敢这样说 因为这个细菌的基因组是人工合成的 所以自然界当然没有这一种细菌 这是正式的科学报告 这不是科幻小说 人工合成的基因组 看到了没有 Synthetic 我们以前看到的Synthetic 都是Things 都是东西 也就是都是物质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Synthetic Organism 有合成的生物 OK 这是人类空前的技术 就是人工合成基因组 所以 有了这些技术之后 我们这一次比赛 希望大家讨论的就是展望 那关于这个展望 你看看 有惊叹号 也有问号 惊叹号 谈的是愿景 问号 谈的是疑虑 我们期望在这个比赛中 大家来谈 这些东西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 你对科学的认识越深入 你所能够提出来的愿景 以及疑虑 就越深刻 越动人 所以我们这个比赛目的不是 作文比赛 OK 好 我已经介绍了这个 比赛的具体的内容 以及我的一些想法 以及我认为的 必须有的预备的知识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谈 科学写作的经验分享了 我从1990年代开始 写所谓的科普 到现在 也超过20年了吧 我看还不止 所以累积了一些经验 跟大家分享 那 我的感觉是 每一次一谈 写作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说法 可是我听了那么多 我还是觉得一百年前的一位名作家 讲得最实在 那这位名作家 就是马克吐温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 哈克历险记 汤姆历险记 这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一定读的嘛 OK 马克吐温是美国 十九十一末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帅 这是我也非常羡慕的 我每次照镜子 都自残行碎 细节不多说了 那我更羡慕他 年纪大了 还是那么样子的优雅 OK 不容易啊 那 你想知道马克吐温 对于怎么样成为一个名作家 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吗 那马克吐温有一次应邀 演讲 讲题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名作家 马克吐温上台 第一句话就是 愿意成为名作家的举手 所有人都举手了 马克吐温说 听清楚了 那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 放下麦克风就走了 你现在听懂这意思没有 我也很想学他 可是我这样子做大概就领不到演讲费 所以马克吐温的意思是什么 你假如想要做一个名作家 你就不要听演讲 你就回家去写 所以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真正的意思是写作是一个需要磨练的记忆 意思就是听演讲是没用的 也就是说你在家里阅读游泳指南 对你学游泳是没有帮助的 了解这意思没有 ok 那我赞成他的想法 写作是有意识的自我砥砺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吐温 第一句话就问 想做名作家的举手 你要是不想做 你没有意识 那你就没有办法走下一步 是你必须有意识的 你对写作这件事情 你很认真 ok 那我们先从好文章开始谈起 那这个什么叫做好文章 我从古汉文的判准来说 那中国第一部文选是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是南朝 昭明太子编的一部文选 他把自古以来的文章 选出一些好文章 让大家能够参考 让大家模仿 那选完了以后 他为这一部文选写了一篇序 他说他是用什么样子的标准 来选择这一些文章的 那他的判准有两个 第一个那就是 事出于沉思 第二个就是 易归乎汗早 什么叫做沉思 沉思不是打瞌睡 沉思的意思是 深刻的思想 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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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深刻的思想 汗早 意思是优美的文字 所以你有非常深刻的思想 然后你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 才能算是好文章 那我要提醒大家 虽然这是古汉文的标准 可是我认为古今中外 这两个标准处处可通 并不是只有古文才是这样 OK 可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要提醒大家 这两个判准其实是有先后之别 你必须先有深刻的思想 你才有东西可以写嘛 现在了解这意思没有 所以写作 写作 其实是最后的阶段 那我过去十多年来 担任科学写作的评审 我有一些感想 我发现那一些作品有三大问题 那首先我要提醒大家 我是担任写作比赛的评审 我看的作品都不是老师强迫学生写的 都是自以为写得很好来参加比赛的 你现在了解我的意思没有 老师强迫学生写 学生很可能产生暴富的心理 就乱写 但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好 才会来参加比赛的那一些作品 我却看到这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字 第二个问题就是思想 第三个问题就是科学 文字很糟糕 思想很肤浅 科学很混乱 OK 那我没有时间谈那么多 我现在只能谈文字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文字上的问题 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错别字 你很难以想象有那么多是错别字 我甚至有一个学生拿他的电脑来跟我解释 说那些错别字不是他写的 是电脑写出来的 可是电脑有学习的能力啊 那一定是你一开始就写错了嘛 你现在了解我的意思吗 然后 啰嗦西话不通的文字 比比皆是 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谈 然后不懂得使用标点符号 整段只有一个据点的 超过一半以上 甚至还有少数的作品也接近5% 整篇只有一个据点 所以这些其实应该小学就已经学过了 什么叫做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最基本的 其实只有四种嘛 顿号、逗点、分号跟据点 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有一个 就是停顿时间的长短 所以你利用标点符号 来指示你的读者 怎么样读你这一篇文章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阅读的时候 我们必须同时保持我们的呼吸节奏 现在了解这个逻辑了没有 顿号停顿的时间最短 逗点停顿的时间平常 分号停顿的时间稍微再长一点 据点停顿的时间最长 表示你可以呼吸了 不懂得使用标点符号 不懂得使用标点符号 然后不懂得划分段落 少数作品也接近5% 全篇只有一段 长江大河 滔滔不绝 我都读不下去 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我随便先举一个例子 那举一个啰嗦的例子 各位 这个广告 是得奖的广告 Nokia 这是得奖的广告 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得奖的广告 你必须要把中文给 遮掉 因为得奖的时候它没有中文的 这个广告非常地棒 得奖是因为 非常地明确地传达了它的主题 Nokia 手机制造商 手机的功能就是联系人 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 然后用手来表示手机 然后这一个手 又是复制非常有名的一幅画 米开兰基罗的创世纪 上帝创造人类 想到了没有 多精彩啊 难怪是得奖的作品 可是偏偏我们加上了中文 人家只有两个英文单字 清清楚楚的意思 我们用了那么多的中文 反而变得莫名其妙 那根本就是乱写 所以再说一遍 得奖的作品是这样子的设计 把中文给删掉 那中文是完全狗屁不通 谁能告诉我 我说中文是狗屁不通 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告诉你了是狗屁不通 所以你不要站起来说 这解的很通 中文是完全狗屁不通 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 为什么要加始终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既然是始终 那表示就没有变过嘛 那你就不必讲 我始终爱你 有这个必要吗 现在听懂这逻辑了没有 你为什么要加这两个字呢 这是中文使用的方式吗 啰嗦 然后 更麻烦的是 为什么是来自于人性 我们又不是写古文 古文才需要有那么多的语 先听懂这没有 所以这语可以删掉 所以你把这些罪字全部删掉以后 你就知道这狗屁不通嘛 什么叫做科技来自人性 你想想看你从小学在学校上学 你最困难的科目不都是科学吗 假如他科技都来自人性的话 那你学科学为什么会那么困难呢 想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们觉得难就是因为它不符合人性嘛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惯性定律 你看过吗 你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你为什么会相信呢 了解这意思没有 这是不通的 这个句子是啰嗦的 它的内容是不通的 所以我说 这个句子叫做狗屁不通 OK 然后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这是参加比赛的作品 可惜我们的距离太远 你看看 我请大家看第一句 正如同人们口中常常提到的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 它漏了一个字 它漏了一个字 反而是正确的 你看了没有 这个表达的方式 有哪些问题 第一 这到底什么意思 那 为什么你要说口中常常提到呢 有人用屁股提到吗 OK 那然后 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字呢 四个字不就可以表达了 你是骗稿费吗 然后 为什么要用人门呢 你现在听懂我的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受英文的影响太大了 中文本来就没有担负数的 想到过没有 所以应该怎么改 那常听人说不就完了吗 现在懂这逻辑了没有 OK 好 下面 常听人说科技来自人性 始终两个删掉 现在问题是下面为什么直接接着斗点 你看看下面一个句子 跟上面一个句子没有关系嘛 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 那下面这个句子 人们总是在生活中发现问题 用了一个封号 进而利用科学来解决问题 所以才会认为科技是来自于人性的 我这么样一勾出来 你没有注意到它的问题是在哪里 OK OK 什么叫做所以 所以表示这是理由啊 有推论啊 这边没有推论啊 OK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真的要写作这件事情 不是像想象那么简单的 OK 那我们再谈西化中文 首先我谈的是一个问题叫做啰嗦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中文 白话文很不幸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受到太多的外文的影响 特别是英文 所以我们讲出了很多的英文 而不是讲出了很多的中文 事实上都是英文 你必须要懂中文才知道那个是什么 不是你必须要懂英文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这叫做西化的中文 譬如说 你们一定很熟悉这个句子 它是如此的美丽 以至于我的眼睛离不开它的容颜 所以你知道这个句子从哪里来了吧 这是从你的新英文法来的 so that she is so pretty 你现在了解我意思没有 这明明是英文嘛 这不是中文 中文不是这么讲的嘛 中文应该怎么说 各位 有哪个同学自告奋勇 你告诉我中文应该怎么说 男同学特别要记 OK 这么说 看了没有 这叫英文 so that 好 中文怎么说 你太美了 叫人目不转睛 不是吗 这才叫做中文嘛 你要是闲这个句子太长了 我给你更短的 搞费少五块 他美的叫人目不转睛 他美的叫人目不转睛 不就完了吗 女生 怎么样 我的中文很棒吧 然后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你看看 这句中文有什么问题 本校的校友对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我提到的那一些问题 可是这句中文人认识不好的中文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 英文写作里边有一条规则 能够用动词的地方不要用名词 应该用动词的地方 假如使用名词 语气就会变弱 那英文的这条写作规则 来自于拉丁文 凯撒有一句名言 翻译成英文就是 I came, I saw, I conquer 那凯撒的这句名言 在现在欧洲语文里面 包括英文 发生了很重大的影响 就是你能够用动词的地方 不要用名词 在拉丁文里面凯撒这句话 事实上只有三个单字 就是三个动词 因为拉丁文里边 一个动词一写出来 你马上可以知道 它是主词还是授词 它是现在式还是过去式 你现在懂我的意思没有 所以你写成现代的英文 你必须要加上主词 可是关键在于这个句子 展现了一个修词的规则 那就是可以用动词的地方 不要用名词 名词会使得整个的语气 或整个句子的力量减弱 其实这不仅仅是英文的写作规则 中文也一样 本校的校友对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贡献变成名词 你懂我的意思没有 这句话的重点在贡献 所以怎么样改 中文应该这样改 本校校友对社会贡献很大 重点是贡献 好 再举一个例子 现在关于西化的中文 我只看到长期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 就是余光中 那他事实上 这是我建议香港的商务印书馆 把余先生批评西化中文的文章 集合在一起编成了一本小书 非常的薄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案头书 我一定要摆在桌上 因为我们被破烂的中文包围了 我们经常不知不觉地受影响 不知不觉地自己说自己写出来的 都是那一种破烂的中文 所以三不五时你就必须翻一翻 警惕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这叫做实实情差事 不实惹成哀 好 我再举一些例子 我看到的写作的缺失 无厘头的句子 那现在无厘头的句子 我发现我已经没办法管了 因为我谈这个问题 谈了十几年 似乎没有发生任何的作用 我问你什么叫做一直以来 我刚刚你已经说了 既然是一直就不必讲了 我一直以来很爱你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这是什么中文呢 OK 一直以来 一直跟以来是两个词组 OK 一直是指一向重来 那在很多情况之下 这根本就不必讲的 那以来都预设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的起点 我进入大学以来 我遇见你以来 我走进这个学校以来 你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起点 这个起点是明确的 不是不特定的 一直是不确定的 不特定的 你现在了解这意思没有 所以在逻辑上 这两个词不可以连用的 我怀疑一直以来 大概是老共搞出来的 我有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 结果现在不得了 到处泛滥 现在我们的报纸的社论都这样 还有大学教授的论文 这非常糟糕的中文 然后 我刚刚说到了 就是文字有这些问题 那事实上 这不仅仅是科学写作 一般的写作也犯这个毛病 并不是只有科学写作才会这样 那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宣传另外一个重要概念 那就是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写手 绝对不要相信 世界上有天生的写手 那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没有这回事 我的太太是小说家 那我的好朋友张大春 她是名作家 他们两个人给我的印象 都不是天生的写手 不是坐下来就可以写的 那我自己写的文章 不管是学术文章正式的 还是报上写的专栏 每一篇 我都要印十次出来改 要慢慢磨练 不容易的 OK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写手 为什么 因为文字是人发明的 所有人发明的东西都很难学 你想想看 什么东西很容易 数学很容易吗 那人发明的 狗不会数学 只要是人发明的 都一定很难 小提琴你会吗 弹钢琴你会吗 物理学很容易吗 生物学很容易吗 只要人发明的东西都很困难 文字是人发明的 不是演化出来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 我们说说话是天性 说话是天性 你根本不需要刻意学习 一个孩子出生以后 在他周边的大人 只要会说话 他自然而然就会说话 根本不必着急 一点都不必着急 就像一个孩子刚生下来 你就把他往游泳池里丢 没有问题 他不会淹死的 他会避弃 为什么 这是天生的 为什么这是天生的 因为他在子宫里生活 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这叫做天生的 天生的能力 不必学习 说话是天生的能力 但是学习人发明的文字 绝对不是天性 阅读是极端困难的认知技巧 阅读非常非常的困难 文字是人发明的 你只要看世界上不同的族群 使用的文字是不一样的 你就知道嘛 所以你马上进一步的 就可以想 我们的脑子 不是天生就会分析这些东西的 OK 所以我就用一些 尬科学的真文来做例子 首先我们来讨论 什么叫做导读文 导读文指的是你要介绍一本书 你要介绍一本书 你要让读者产生阅读的兴趣 换句话说 你就不能照本宣科 你就不能够抄袭 什么意思 你知道吧 现在有一些书的导读是这样写的 这是一本讲演化的书 作者是美国哪一个大学的哪一个教授 这一本书分五章 第一章讲什么 第二章讲什么 第三章讲什么 第四章讲什么 是多么丰富的一本书呀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阅读经验 再见 你现在听懂我意思没有 这不叫导读文 是你必须要消化这本书 你认为这本书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 你当然要介绍内容 可是不是抄书 你对一本书的介绍 你也不必非常的全面面面俱到 重点是你要让人知道这本书 什么样的书 让人产生阅读的兴趣 ok 读者 你看看 有一篇作品 他第一句话就是 科幻一直是人们心中最崇尚的浪漫 你现在了解我意思 你现在立刻就可以看到几个缺点 一直可以没有必要 ok 然后用人们 那我们先不谈这些缺点 你看看这个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叫莫名其妙 了解我的意思没有 各位 什么叫莫名其妙 谁能给我一个解释 什么叫莫名其妙 各位同学 什么叫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的意思是 他也许很妙 但是我不知道 这叫做莫名其妙 这叫做莫名其妙 你说不出他的妙 所以这叫做梦意 ok 然后你看他的下一句 起源于 你看了没有 起源是动词 主持在哪里 他是摆在据点后面 看到没有 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 新胜于美苏军事 这个近辈的科幻 你现在懂了没有 你这个意思在这里 就是说主持其实是科幻 主持其实是科幻 主持其实是科幻 然后用了很长的形容词 先了解这意思吧 ok 然后下一句 令许多作家义无反顾的投入 整个句子 这个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把这个句子重组一下 他的意思是 科幻潮流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 兴盛于美苏军事竞辈 令许多作家义无反顾 这中间有什么逻辑 所以你现在听懂这逻辑没有 不要写这个样子的句子 ok 然后看看 什么叫做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是要闹革命的 写科幻好像是这个 杀身成人一样的事业吗 好 好 我们再看看 这是另外一篇 他写的是《美丽新世界》 是非常有名的科幻小说 出版于1932年 出版于1932年 那你看看 他的题目 他告诉你 他导读的是《美丽新世界》这一部科幻小说 然后他用副标题来表达 他想在这一篇导读文里面表达的主旨 然后他模仿英文的写法 往往在标题下面有一段引文 然后才开始他的证文 先请了解我的意思没有 我先介绍这篇文字是这么写出来的 然后你首先 你这个 所以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飞速的科技背后 科技飞速是什么意思 OK 然后我们又要牺牲掉什么 又要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牺牲掉了 所以你这个目的是想要表达你的主旨 反而不清楚 他真正的意思是 现在科技比过去进展的更为快速 我们过去因为科技的进展 而牺牲掉的东西是这样 那在更快的发展的速率之下 我们会增加多少牺牲呢 先了解这个逻辑了没有 他表达的不清楚 然后这个引文 你看看这个引文 这是莎士比亚非常有名的一句引文 然后这句引文其实毫无意义 你从中文上来看 什么叫做人类有多美丽 这句引文到底对你们来说有任何的意义吗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你假如你懂得使用正确的腔调来讲这一句话的话 可以令很多人惊讶 我是说假如在美国或在英国的话 OK 然后这一句倒是什么意思 《梅利金世界的书名便是选自沙翁》 这一句充满讽刺台词 为什么充满讽刺的台词 作者贺旭利以20世纪的科技为基础 描述未来世界乌托邦主义对社会和个人所带来的影响 这全都是堆砌 每一个句子都可以拆解成好几个句子 OK 那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多说了 那第一个就不通 第二个也不通 第三个都不通 所以你一刚开始 你让我看到的三个段落全都是不通的 我怎么可能录取你呢 OK 好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句子为什么不通 什么叫做我们又要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那不再说了 那这句子不完整 第二个 我说这个不通是因为 它的莎士比亚的原文是这个 它真正的意思是 莎士比亚原文并没有讽刺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是 美丽的人所居住的必然是美丽的新世界 OK 这句话到第三句也是不通 那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那 这同样 同样一篇 它这篇文章 最后一节的标题是 科技的发展以以人性思考做出发点 然后这是它的第一段 那么长的句子 OK 不是那么长的段落 好 第一句话 它的段落的标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各位 什么叫做以人性思考作为出发点 科技发展怎么以人性思考做出发点 了解这意思没有 这不通 然后 它下面说 科学发展一直是人类智力的目标之一 勉强可以通 但人类往往高估自己能力 妄想扮演起上帝的角色 这个是我最想谈的 这根本不是中国的概念 这是洋人的概念 我们不是信仰妈祖信仰关公吗 我们没有一个上帝啊 上帝不是我们信仰的东西啊 所以扮演上帝有什么不对呢 谁说我们不能扮演上帝的 我们又不是基督教信徒 你现在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世界上的宗教千千万万种 不是只有一个基督教 对于超自然的神秘的认识跟理解 不是只有一个宗教 我们有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超自然信仰 所以什么叫做妄想扮演起上帝的角色 为什么扮演上帝的角色就是妄想呢 我生了病了我不想把病给治好吗 我的家人生病了我不想让我的家人康复吗 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听懂这逻辑没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们是受到中西文化冲击长大起来的 没有人教我们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 关于超自然的信仰 世界上的宗教不是只有一种 每一个族群对于自然的认识跟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必要独独的尊重 基督教 OK 好 宇宙的世界是奥秘难解的 既然是奥秘难解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能扮演上帝呢 你说我们不能扮演上帝就表示 我们对于宇宙奥秘是容易理解的 我们知道的宇宙奥秘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不可以扮演上帝 不是吗 所以不要乱写 这是青春起写作的特征 就是诗一样的语言 渗入科学的思考 OK 如果人类继续抱持人定胜天的想法 那么即便人类可以预估后果的发展 也难以遏制毁灭性的影响会发生 谁说的 谁说的科技发展就会造成世界上的毁灭结果 这是谁说的 凭什么 你不是说宇宙的奥秘很难理解吗 现在了解这逻辑了没有 我再说一遍 诗的想象深入科学 就会写出这种不通的东西 什么叫做科技发展及伦理道德 必须要取得平衡 你要具体的说 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终止科技的发展 你告诉我 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出了分子剪刀的技术 基因编辑的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又叫做分子剪刀 那你告诉我 我不应该发展这个技术吗 凭什么 你现在听懂我的逻辑没有 不要随便乱写嘛 你很容易写 什么叫做科技发展 跟伦理道德 必须取得平衡 谁都会讲 我发现这已经变成stock sentences 这种话很容易讲 可这是莫名其妙 right 好 什么 因为科技与人文才是文明的双译 到底是什么意思 各位 所以 写任何东西 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说服你自己 不要使用自己不懂的句子 然后再举一个例子 你们看这一些书 我们的指定书以后 你一定会发现这一篇文章 那我已经把他的作者遮掉了 因为这样比较好 你看看他的标题 叫做撼动生命世界的CRISPR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比赛的主题之一 是最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 又叫做基因剪刀 叫CRISPR 我也不期望大家把它翻译成中文 因为翻译成中文也没人懂的 你就学美国人 发音就是CRISPR 所有的人都说CRISPR 讨论CRISPR OK 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这里 这个标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撼动生命世界的CRISPR 这一种基因技术 怎么会撼动生命世界呢 现在听懂我意思没有 凭什么 生命世界如何撼动 生命世界如何撼动 你怎么样撼动生命世界 撼动生命世界的只有消灭恐龙的那一颗小行星吗 只有那一种世界才 那一种事件才叫做撼动生命世界吗 不是吗 所以一个人类发明的基因编辑技术 怎么可能撼动生命世界呢 怎么可能撼动生命世界呢 各位一定要想这一个问题 然后大家来看 他使用的 他写出来的第一个paragraph 第一个段落 我把它放大了 请大家看 你看看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段落 我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他一下子就弄出了哥白尼 然后达尔文 然后爱因斯坦 这是非常伟大的句子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漏掉了牛顿 然后我相信你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 他使用分号 他使用分号不使用句号 他第一个句号出现在这里 总共有五行 你的读者怎么样呼吸 你不要呼吸 念完这一句给我试试看 更重要的是 他的结论是 他们都是伟大的科学家 带领人类走向更光明璀璨的未来 科学家有扮演这种角色吗 在人类历史上 科学家曾经扮演过这种角色吗 这是卡通片的结尾吗 这都是我们小学时候看的卡通片 结尾都这样 你现在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这是没有意义的句子 而且也不是事实 这叫做莫名其妙 再说一遍 所谓莫名其妙 不是骂人 不是骂人的话 意思是 我们不知道他的妙处 OK 所以千万要注意 写作 段落的写作非常的重要 每一个段落 都是一个意义的单位 然后通常 千万要注意 通常 我说的是通常 并不是一个死板的规矩 可是我说是通常 通常的意思就是 这是安全的做法 这是平时的做法 怎么样写段落 通常 第一个句子是全段的阻止 然后剩下的句子 来阐述这一个阻止 了解了没有 他其实这一个段落里面 举了三位科学家 说他们的成就 其实改变了我们的宇宙观 或者是世界观 所以这个句子 要按照他的原意来写 第一句就是 科学突破 往往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句点 然后立刻接着 例如哥白尼的日新说 了解这意思没有 这个句子 假如按照他的原意 是这样写的 可是 问题是 他对于每一个科学家的推崇 都莫名其妙 你看看这个句子 什么提出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天体运行论 毫不畏惧得罪势力庞大的教廷 从缝隙中开启了人类全体全新的地球史观 不知道是什么烂七八糟的 请问你什么叫做从缝隙中 你有必要天体运行论前面做这一些解释吗 你只要写天体运行论 大家都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不是吗 假如你要花那么多力气才能够让你的读者知道你在写什么 那那些读者大概也不值得你去写 然后看看 什么叫做一百六十年前达尔文发表演化论 诠释物竟天则逝者生存的自然演化法则 为现代基因学奠基 有这回事吗 你要是演化论真的学通了你就知道 发明演化论其实不需要精确的遗传学 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遗传学出现了一百年前 达尔文就可以做出演化论 我为什么这样说 现在遗传学我的起点是1953年 我们知道DNA是遗传物质 达尔文物种原始论在1859年发表 而且你要是真的懂物种原始论 你也不会这样写什么叫 物竟天则逝者生存的自然演化法则 第三个句子 一百年前爱因斯坦写下正古说经的相对论 没有必要那么夸张好不好 这不是卡通片 真的没有必要那么夸张了 从此改变人类的宇宙观 没有必要 你假如要强调的话 你利用这个机会把牛顿带出来吗 一百多年前爱因斯坦发表演化论 推翻了牛顿的宇宙体系 不就可以了吗 什么叫做正古朔经 太夸张了 OK 好 现在要谈结论了 铁座最重要的是言之有物 我刚举的那些例子都告诉你 什么不是言之有物 了解我意思是没有 我举出来的所有的例子都是告诉你 言之有物的相反现象是什么 写作一定要言之有物 因此你必须多读 你这样你才能够视野广阔 触类旁通 然后你必须要多写 你才能够抵立思想自出基础 OK 这两件事都是日积月累的功夫 那我要提醒大家阅读其实是各级教育的核心 真的 阅读是各级教育的核心 你不要以为你进了大学进了研究所以后就可以不读书了 没有这回事 OK 阅读是学习必要知识的途径 进了大学进了研究所更是这样 因为知识爆炸的结果 上课老师讲授的时间相对来说越来越少 我1987年学神经科学的时候 我的神经科学教科书85块美金 1300页 一个学期只有12个礼拜的课 所以老师五官只能讲一官 他是视觉专家所以他只能讲视觉 听觉触觉味觉嗅觉 他都没有时间讲 你想了解都必须要自己读 所以阅读非常的重要 OK 再说一遍阅读是各级教育的核心 那阅读是促进脑力的重要手段 写作是磨练思考的终极手段 今天这两个小时 你什么都没记住 只记住这两句话也值了 OK 所以使心中的想法 因为写作可以使心中的想法 变得具体可见 这一点很重要 你一定要了解 我为什么使用这些中文 我每一个中文字都不是乱写的 都是经过很仔细的思考才写下来的 写作是磨练思考的终极手段 写作可以使心中的想法具体可见 你心中有很多的想法 你看不到它 模模糊糊的 所以很多事情 你以为你知道 事实上你并不知道 或知道的不清楚 或知道的是错误的 那你必须要把你心中的想法 变成白纸黑字 使得它具体可见 你才有可能对它做客观的批判 一个想法 即使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听来的 即使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你也必须把它变成白纸黑字 你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理解它 更重要的是批判 一个点子 你放在心里 琢磨再三 你会觉得越想越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犯那么多的错误 你必须要把你自己心中的想法 变成白纸黑字 你才有可能看出中间有什么问题 心中的想法是不可见的 你以为你知道 你必须要把它变成白纸黑字 你才能够客观的批判 所以写作首先要多读 多读之后最大的好处 是你可以培养批评的能力 你读了很多 你才知道好歹 批评能力 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叫做品味 知道好歹不就是品味吗 你才能够改进自己的文章 你有了品味以后 你才有可能改进自己的文章 这个年头每一个人都很忙 不会有人帮你改文章的 我写的文章 我的老婆都没时间看 所以我必须一遍又一遍地改 所以我每一篇文章 都要印十次以上出来改 具体的白纸黑字在我前面 我手上拿着红笔 不是看着荧幕 看着荧幕是不够的 OK 批评能力就是品味 刚刚您说过了 所以我认为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有品味 有品味 意思就是说 看到好的东西 能够辨认得出来 不会言吃不分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跟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差别 就在这里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看到好的东西 认得出来 然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第二个特色 那就是有学习能力 你看到好的东西 你想学 你学得会 这叫做受过良好教育 这就是我的结论 剩下时间请大家指教 谢谢大家 那我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好了 今年的五本书 其实至少有四本以上 都是很很难读的书 那怎么选怎么读 要后顾有后顾有深度 不不 我知道 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 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尝试你才知道 我告诉你没有用 因为老实讲 我今天说出来的所有的见解 包含我的品味 都是我自己阅读出来的 那这些东西不大容易移植 OK 我告诉你哪一本书我最喜欢 对你未必有帮助 而且还有一点 我这样说 可能也剥夺了你学习的机会 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 所以我们举办这个比赛 其实希望的是同学能够养成长期的习惯 而不是为了这一个比赛本身临时动员 因为我们办了那么久 我们非常了解 绝大部分参赛的同学 都是临时组合临时动员 包括读书也是临时抱佛脚 那这样子的学习经验 其实是并不是不好 可是我有点担心 跟我们办这个比赛 真正想要创造的这个趋势跟潮流 稍微距离是有了一点 那我们希望的是提醒大家阅读的重要性 就是阅读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是你认为你理解了 可是你未必有那么好的理解 所以你要试图用口说 你要试图用写作来表达你的理解 事实上那等于在考验你的理解 我们期望的其实是这个 每一本书都有它的特色 你假如真的 你假如只是想知道 你假如非常想知道 现代生物科学家 特别是生物医学家 他们的研究生活 实验室的实况 是什么样子 你当然就是基因编辑大革命 是不是 那本书是 那毫无疑问的 因为这五本书 每一本书都有特色 并不是彼此之间有很大的重叠 其中有重叠的地方我想想看 那比较大的大概就是达尔文晚餐 以及枪炮变均与钢铁 它稍微有点重叠 因为谈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的生物里边 只有极少数的生物 人可以寻化可以利用 这是这两本书重叠的地方 可是那事实上写作的方式又完全不一样 讲的故事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会建议在最理想的情况之下 你至少这五本书 每一本都是浏览一下 那浏览的办法是 你看目录 然后你看序言 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 然后你大概知道这些书的内容 以后你选择你现在最感兴趣的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 你对于感兴趣的事情 你才会花额外的精力去追逐 不是这个样子吗 你一定要做你感兴趣的事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兴趣 所以跟着你的直觉走 我现在只能做这种建议 我问你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 就是说 其实现在很多人大家都喜欢 在网络上看 有很多网络的文学 那为什么 到底看网络文学 跟看这种实体的书 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好 问题 我刚刚已经间接的谈到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 我要改我的文章 我仍然要把它印出来 变成白纸黑字 用一个红笔来改 我没有办法在荧幕上改 所以你阅读 完全靠荧幕阅读 其实大概有同样的问题 现在科学家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非常精确的来描述 问题出在哪里 可是科学家已经注意到 网络阅读也就是透过手机荧幕 或是电脑荧幕来阅读 跟拿着实体的书来阅读 似乎使用不同的认知机制 然后最后的效果也不一样 这是现在才开始慢慢 由于这个网络发达 网络阅读的趋势已经成型了 才引起科学家的注意 那初步的报告显示 的确这两种阅读经验造成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那我现在只能说 我认为我真的要读书的话 还是需要读纸本的书 我有Kindle 我有电子阅读器 那对我来说 电子阅读器是旅行最方便的东西 不管是在飞机上 在游览车上 随时都可以拿出来 而且一本电子阅读器里面 你可以装下不晓得多少本书 真的是很方便 而且更棒的是 电子书方便搜search 那个search的功能比index还要好 有的时候index miss掉的东西 你用电子search 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还是 我会收集电子书 那我真正认真的阅读 是要靠纸本 是要靠纸本 OK OK